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蘇羹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健常時間 那今天的話是這個投手實戰的第三集 那前面兩集啊 我們都用這個超級中華隊嘛 那這集的話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不要用加一了 我們這次的話 超級中華隊的話是用這個 17年的凌晨化 那我們目前的話是 這是我自己的實戰卡 那我是練到這個 加6的狀況 那加6的話主要是說有這個S技能可以打開 那超級中華隊的加6會 他的S技能會提前 不會像一般的卡片 就是要到加12才可以開S技能 那裝備的話 我以這個球威跟球速為主 因為畢竟這張是 還沒有練完的 算半成品啦 那市場的價格 掉到現在剩一張17億 那數值的話這個大家自己看看就好 因為超級中華隊的數值其實都蠻好的 那就是練不練得起來而已 因為這個成本 就是鑽石跟金幣的成本真的是不小 那目前的狀況 加6加7 你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的實戰 大概可以擋到什麼地步啦 就可以自己大概去推測一下 那體力基本上優點會不太夠 加成沒上去嘛 所以體力就會比較少一點 好然後他的數值大概會長這樣 我以球威150為主 那球速的話差不多130 以這張來看的話 還算夠用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球速大概在哪邊 好那我們就進入到實戰的畫面吧 好那對戰的話 雙方評價其實差不多啦 那對方的話是使用這個加10的羅昂啊 羅昂也是最近新出的這個姿勢 好看起來陣容跟欸 等一下那個鎮凱文 最恐怖的那個鎮凱文是不是跑到先發去啦 好先把投手師羅昂 每一彎應該是換掉啦 好換上的是13 這是1335嗎 對1335的明星賽富魚缸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明星賽富魚缸的 壓制力大概如何啊 直球151 然後目前這張是紅臉 看起來是一個壓變化的狀況 基本上我覺得第一局 打者的時候會講一下而已啊 好同點2縫線 那蘇智姐就是等我 超中練滿吧 這張就可以退休了 好那剩下的部分就到 衛生這邊去看吧 好接下來換防守啦 先把投手是潘威倫這邊跟換頭 還有藍臉喔 這就是沒有練到1335最怕的狀況 好換上的是凌晨化 還有二縫線在這個位置喔 但是不影響啦 至少他投出去是二縫線 不是卡特球 好第一球155公里 然後這時候來一個慢的 在偏高的位置 應該是兩號球 好慢的完之後 再一顆慢的 有點歪 132的控球就 撲撲 真的就撲撲 好先抓一個 這裡其實大家可以記得一下 有時候他會自動幫你後退 記得可以把他調回來 直球外角 159 基本上側頭的球數本身上限 就是只有到了大概165 那這張的話目前現在球數是128 然後直球的話我們丟一顆外面一點 直球基本上已經可以到160附近了 然後主要我沒有往上拉是還有一個 就是 對我還沒講完就被打安打了 還有一個不一樣點 是說 他的直球 現在這個數值 基本上 如果 我不把他的球數拉上去的話 他其他球種就會比較慢 對 你看他生卡就122 然後變速 變速也只有 這個幾家道有 兩人出去 來到林子豪 對 主要這張我不會拿來丟太多局啦 就是貪個速差而已 OK進入到了第二局的投球 打者是潘虎熊 那因為有超中技能啦 所以進場的話 對手是會先扣能力值 先喝外角二黃 做個佈陣好了 全部往 左外野走 然後 這個打席我的配球全部都配外角 如果被一個拉打拉到就沒辦法了 這裡塞一顆慢的 慢的生卡球 亂一下節奏 真的被拉打但是 直接進進區 林靜凱 怎麼會在這個位置 好一顆變速外角 然後這裡掉一顆 掉一顆紅點 這球應該超級慢 94公里 然後紅點完之後塞一顆紫球 這樣真的很討厭 好看起來節奏有稍微的破壞掉 好傳一壘解決 兩人出局 輪到剛才美記的林靜凱 雖然不是同一張林靜凱 啊是同一張林靜凱 但之後可能不會是同一張林靜凱 好右外野方向解決 看起來還算守得住 進入到第三局 目前前兩局壓制的都還蠻不錯的 輪到最恐怖的正凱文 先一顆外角的 升卡球 這球應該是蠻慢的 但是會轉進來 好 一顆投完之後 再試一顆 轉進來 好女士不爽 第三顆 但是進來一點 賭對方覺得這顆是直球 轉進來 沒有 三顆果然 太多了 好輪到林靜 這邊要換代打 我才是代跑 好他換完 但是我才講出來 那我二三的林安可 難怪剛才好像沒有林安可 滑球之後 升卡 這球會潛下去 然後再一次 好這幾球都偏慢的 內角直球 偷襲 好偷襲成功 偷襲完之後 變速球 偷襲 不行會找到 應該是回來了啦 好中外野的一顆 安打 二雷安打打有一分的打點 感覺有點被習慣了 他畢竟也投了兩局了 這是第三局了 持球 好直接對決 變速球 哎呀被抓到 感覺已經有點習慣了啦 通常我不會塞這麼多局 開個體力回復 牽制一下 有些右頭手不要 不要去亂牽制三雷啊 會出事 這球就 穩抓出局數就好了 反正還有領先 等到羅國龍 這張加9了 一顆外角滑球 再一顆 兩顆都沒有被騙到 兩顆都沒有被騙到 內角偏高直球 好回棒路空 好連續兩顆被破壞掉 外角滑球 OK拉掉 好兩人出局輪到林子豪 OK解決 驚險的一局啊 掉兩分 好最後一局了 3比2 目前一分的領先 看最後一局撐不撐得過吧 先來一顆內角的縫線 好再一顆 這顆直球 OK有擊 可以拉 1817的升階線 應該是吧 好像不是 那一張好像 守衛在衝壞野 好投手正前方 好最後一個出局數了 沒有 沒有抓下來之前啦 都還不能掉以輕心啊 先來一顆花球 他變化比較 這張啦 就我目前練起來的狀況 他比較短 所以 不一定要 像我剛才丟的這麼中間 可以偏一點點 像剛才那顆就會有可能是 讓對方去賭這個 自身卡球會轉進來 或者是這顆 有些人會拆這顆是二縫線 最後一顆塞在這了 轉進去 好守正前方的滾地球 解決 好目前 欸不是結束了 沒有目前了 最後的比分的話是3比2 那目前就這張的情況看起來的話 加6還算 這個真的是堪用 像大家看到的 剛才就有一些蠻明顯的問題 像有些人不喜歡變化這麼小 那有些人可能不喜歡空球這麼飄 那甚至 這個球術有些人也不太喜歡用這種配置 再加上超級中華隊本身 其實他的 鑽石跟金幣的耗量都是比較 就是稍大一點的啦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要玩 超級中華隊系列的卡片的話 你要練到後期 欸建議還是 背一點資金 至少啦 短期內可以先讓他加6加7 然後 剩下的就 就再說吧 如果你整個隊伍都是成型的情況的話 你會有資金跟時間去 去顧這張超級中華隊啦 不要說一整 隊就是 只有一張 牆 那畢竟棒球是團隊運動吧 那這次的話 也有新出這個 19年的超級中華隊系列的卡片 那我們也會再陸續 就是 欸應該 我不知道會錢還好 沒意外這部應該會比較晚上 那反正我們就是會陸續來講解一下 這次的19年超級中華隊啦 那有些卡片的話 或許也是還蠻不錯的 就有資金的玩家 對有資金實力的玩家啦 可以參考之後的影片 好那今天這部就讓我們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喜歡跟追蹤指導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